大家好 我是美国Grace 蒙德索学院的小飞老师 我在做老师读导的时候 有个老师问过这样的问题 他说我们园里有个家长真的很难办 他前天到园里跟我讲说 我们的孩子不能再玩沙子 回到家里我不允许看到他鞋子里有沙子 昨天又跟我讲说 我们的孩子可不可以不做日常生活活动 听说盟式数学很经典的 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多做盟式数学 那今天这孩子会跟我讲说 我们的孩子送午饭必须都吃完 不可以剩任何的东西 我说你怎么回答呢 我跟他说好 我说你既然好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他说我不觉得好 我说你不觉得好 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一方面我们做老师的 的确我们尽量满足家长的需要 我们尽量表现出来 我们友善的态度 这是应该的 这是合理的 但是家长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你要告诉他 为什么你的孩子需要玩沙子 为什么你的孩子需要一张生活活动 为什么你的孩子 当他吃饭的时候 我们会提醒他 我们会提示他 我们会建议他 但是我们不会强迫孩子 把他吃不下去的饭一定要吃掉 如果我们凭着我们对孩子的了解 凭着我们对孩子的 他的发展规律的认识 我们给家长那以合适的解释 告诉他我们这样做的合理性在哪里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家长教育 那家长会对我们自信 否则的话 家长转会来会说 你看我累不累 我关我的孩子 我还要告诉老师 他要该怎么教 所以如果我们是有专业读师 那应对 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家长 我们就 他也是 什么 对他说好 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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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